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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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向前方 撐着梦想的翅膀 你在人天有多高 认定我们自由往下 胜利就在前方 勇猛依旧有希望 开门大吉 送吉祥 送吉祥 开门大吉 整理好形状 绣着花的香 为了梦想 我们在路上 雷声阵天下 雨下的疯狂 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 梦想的门就在前方 推开就是灿烂阳光 向前充满 豪情万丈 勇敢的向前方 撐着梦想的翅膀 嘿嘿 你在人天有多高 任凭我们自由往下 胜利就在前方 有梦你就有希望 开门大吉 送吉祥 送吉祥 爱门大吉 哭起你的勇气 爱门大吉 亮出你的实力 爱门大吉 说说你的故事 爱门大吉 创造你的奇迹 你需要发出声音 你需要一点运气 只要你永不放弃 听旋律叮咚响起 叫成雙手 释出权益 和我一起高喊 甘文大吉 梦想的人就在前方 推开就是灿烂阳光 向前充满 豪情万丈 勇敢的向前方 撑着梦想的翅膀 嘿嘿 你在人天有多高 任凭我们自由往下 胜利就在前方 有梦你就有希望 开门大吉 送吉祥 送吉祥 谢谢 谢谢我们龙丹演员 最要感谢的总现场热情的五千位观众 说少了 感谢现场的五十万位观众 还有电视机闲的您 在这里首先小妮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新年快乐 新年第二天才知道了 新年星期一下吧 大家都有新的变化 这舞台上最有魅力的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位 还不是你 是门铃 但是呢 今年的开门大吉有点不太一样了 门铃君活了 他站在了我的身边 站在了大家的面前 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门铃的魅力 好不好 他的名字叫 灯灯 灯灯有个特点是什么反应 我也说话 所以呢 我是他的代言人 我就替他说了 他今天还有个心愿 就是祝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 各个开门大吉 新的一年又到了 每次到录新年特别节目的时候 等等我跟你说 我紧张啊 我忐忑 我害怕呀 去年 说是给我请了三个好闺蜜 我挺开心的吧 结果让我上来答题 结果呢 我这答题得也答错了 搞得我还挺没面子 很多开门大吉的主持人 你居然听不出来 那门背后的歌 所以今年 我下足了狠心 如果今天还让我答题的话 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 他们又会整出什么样的妖格子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吧 第一位选手 请登场 怎么你看到美女比我还激动呢 哎哎哎哎哎 行呀 哎你们俩这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登登 你这样不对 干嘛 哎哎哎 我的 搭档 什么我的 小明哥好久不见 哎 登登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下去啊 我回头给你亲自找个女朋友啊 掌声欢送 登登 你哪两块哪呆着 让我们掌声欢迎 开门大吉 第二现场主持人 黄婷婷 大家好 我是金鸭健 开始主持人黄婷婷 我的梦想呢 是想给我即将高考的弟弟 赢取一份毕业礼物 好嘞 那我们就祝黄婷婷今天闯闻成功 好不好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好嘞 来吧 听尽全力 好吗 好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哇 这门太较亮了 开门大吉 新的一年 这门 金绿辉煌 一以生辉 请按响门铃 好 来 我要批评你了 作为亲友团的团长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门铃是什么脾气吗 你松手 他就停 再按下去 从头开始 这个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错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门铃那么硬 来 什么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这个歌曲 属于我那个年代 练曲1990 错 为什么错了 属于我那个年代 确定一下 练曲1990 练曲1990 一个暴露年龄的歌曲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没错 一起来听 哇 无流流的黑眼珠和你的笑容 什么也难忘记荣言的转变 心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是你匆匆熟练 一起或许 或许明日太阳西夏真叫一回事 你将已经爬上旧视的鬼路 人生难得在尋评上知的伴侣 生命中就淡是蓝蓝的白云天 红隆隆的泪声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忆里离去的旺边 我忽然不愿意是我的双眼 永远不愿意是我的双眼 好听 虽然怀旧但是依然能够激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江泰阿荣 孙德利和刘燕 谢谢我们的送贯线 恭喜评计 没想到你第一下门就打开了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第一笔一千元 哇 齐齐1990 你出生在美国 90年 所以我觉得节目组好有心啊 这就是属于你的一首歌 是啊 练去1990 哎呀 挺好 但让我想起来你刚到开门大集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导演特别有心 找到了当时的视频 你敢不敢看一下 真的吗 对 来回顾一下 我可以先走吗 婷婷当时稚嫩的样子 来 婷婷 小明明远你们好 嗯 哎呦 明远我想先跟你说句话 你知道吗 我整个从刚开始到现在看的状态 就是属于那种 哭着哭着就笑了 笑了笑了就哭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也是 不是没有在父母身边 然后也时常一个人就是站在马路边 可能想 哎是不是转过脚之后 爸妈就出现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包括我们回来长大了 我们都知道父母其实一直是爱我们的 只不过用他们不同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也是那种不慌不忙的坚强 但是我觉得幸福如果一旦到手边的话 真的是不能等 因为我们有几个几年呢 有几个青春呢 有几个青春呢 太坏了 来 没事的 我帮你擦擦眼泪 其实今天来节目组 不光是给弟弟赢取一份礼物 还有一个是过年呢 这眼泪里面包含什么内容 也有对父母的亏欠吧 包括对于弟弟陪伴太少了 你看那几年前 刚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 在感慨要多陪陪家人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 发现陪家人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是啊 而且以后会更少 作为一个媒体人 尤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 我觉得你一定要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补偿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嘛 是的 让他们放心嘛 让他们更多的在电视机前看到你的身影嘛 擦干眼泪 让他们多看看你的笑容好不好 在那哭的时候 比笑的时候还好看我看 有你这么羞悍的吗 接下来第二扇门 只会更难 不会更简单 真的吗 做好准备 请按下门铃 加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买好钻超划钻的六贵紫图堡 独家冠营播出的开门打击 好了 这你都听不出来 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来 听听回到我的身边 笑江湖的主题曲 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打击 没错 谢谢 谢谢 沧海一声笑 好 cours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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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海岔 谁要去书天学校 江大亭 天地的夜 沖海角 滔滔了岸潮 浮沉碎了岸潮 沖海角 滔滔石上潮 沖住沖上天 沖沖 好 欢迎歌手杨紫衣 啥事那么着急上火呀 沖海一生沖沖 教你多少次 淑女点淑女点 你这才没学会呢 我今天我觉得我挺淑女的 是不是小女哥 杨紫衣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谢谢 新年快乐也跟大家祝福一下吧 好不好 好好 那么在这里祝福 所有的朋友 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快乐 越来越霸气了 刚我们俩还说呢 真的很有女王范儿 掌声送给杨紫衣 谢谢 谢谢 恭喜你家庭梦想期间 已经积累到了两千人 太好了 来 来到中央第二台 现在有多少时间了 现在四年时间了 也是跟开门大吉同岁吗 对 现在在组织什么节目 现在做的节目 有像是五套的最前线 然后还做过二套的早新闻 第一时间好像也有吧 对 第一时间 还有跟张斌老师那个 那个惠门训练 对 羽门训练 类类的 那感觉怎么样 都挺难的 但是都挺好玩的 哎呀 门铃来啦 你干啥你 啊你刚干嘛 半天干嘛去了 让你给婷婷加油 你干嘛去了 啊 你看过他节目吗 刀刀 看过 看过呀 喜欢他吗 刀刀刀 看喜欢 找女朋友找个这样的行不行 你还害羞了 你给他加加油抱抱他好不好 来 哇 他的脸 他的脸比较太大了 你还往里看 来第三扇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门铃 加油 来给婷婷加加油 加油 好 回来吧 怎么样 这首歌是为我播放的吗 怎么又为你播放 啥呀 我特别喜欢的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你什么眼神啊 可爱女人 这首歌是为我播放的吗 没见过 你平时不是挺低调的吗 怎么会变得这么自恋的 挺低调的 不过我这个人就是一般 是我的我也不会太拒绝 主持人不要太自恋 不要 我得向你靠近吗 我是个自恋的主持人吗 是不是 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最帅的男主持人 因为我不用说大家都看在眼里 看在眼里就在心里 歌名叫做 可爱女人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 起 没问题 哇 哇 我没问题 我没问题 只有你 会遇到无人去 想要和你 我画在一起 我画在银河里 我每天每天每天地想象象象象着你 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 相信命运感谢你 吸引你让我碰到你 漂亮的让我眉毛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穷梦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暖和的让我梦梦的 谢谢谢谢王妍 谢谢王妍给我们带来的可爱女人 恭喜你家庭梦想 其实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哇 太棒了 你亲友谈来了吗 当然来了 而且这人非常强的 我好好奇啊 婷婷在台里应该有朋友吗 高处不胜寒呢 来 连线第二现场 看看都有谁 有你 婷婷 公爷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二位 但是其实呢这二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因为这二位和婷婷在台里的工作关系上有特别大的交集 呃 先说先说这个苏东哈 苏东是婷婷来台之后的第一个搭档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是第一个搭档 所以小妮其实是吧 婷婷第一次来开门打击 那已经是她在我这搭档过来 再跟你搭档 所以其实呢 她在笑成那样 你骗了我 你一直以为你是第一对不对 其实我是女的 这是人的正根的第一个搭档 那阿邱老师呢 是婷婷来台之后的第二个搭档 也是她的监护人 不不不不 那不能当真 那不能当真好 然后我呢 其实是婷婷前一段时间我们搭档过 婷婷是默认为是目前为止的暂时的最后一个搭档 所以有三个人都是她的搭档来了 对 你看啊 她的气质 她如果说精灵十二拆的话 她觉得是林黛玉 你知道吧 不太 不是希望拆吗 不不 不要不太喜欢张扬表达 她才艺不太行啊 什么唱歌跳舞不太行 但是健身啊 这个跑步 谁喜欢的 是才是 你唱歌跑掉的 她 走着阿姨 我不信 听一听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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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婷 婷婷婷 请他们几个人 我觉得你真的是吃大亏了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这四年当中 业务是成长了 但识人方面 可能差点 小勇婷 看清楚 交朋友 一定要交好人 正派的 正直的人 对不对 不会给你挖坑的人 所以呢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 稍后如果你要 达不出来的时候 那两位能帮到你 好不好 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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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就要帮的 来吧 把画面切掉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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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挺热闹的 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吧 后悔都来不及了 请按响 门铃 第四战五千元 好美 好美的大人 嘛 太难了 太难了这个 啥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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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演绎你的心理状态 好 好告诉我 大家有大当百年的交情吗 你不能给我举个眼色吗 这位姑娘看得好眼熟 谁啊 来 没听出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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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登登叫你呢 登登 我这叫哼的对吗 别老叫我弟弟的名字 我还真是想不起来 我别哼了 我怕哼错了 到时候再给他们误导了 我突然求助吧 没听出来 来登登把他带走 好 求助 来 来来来 看我们的 看那三位 就我这年纪 我都听过这首歌 所以说你啊 平时要加深自己的音乐修养 多看一些电视 是吧 那个节目你听过 中国好歌曲 看过吗 这个节目 是吧 里头的歌 唱得很野那首歌 是吧 是这个歌 对 对 记得吗 怎么唱的 啥歌 吹呀吹呀 想想 吹呀吹呀 就这歌 什么 野子 你们全听出来了 野子 我们都会 你没听过吗 他怎么叫登 哇他给我点赞 你早点告诉我 我就不用求助了 等等给你点赞了 来 亲友团给出的答案是野子 接受这个答案吗 嗯 接受 我也没有更好的答案吗 好 那对了呢 算他们的 错了呢 也算他们的 不管怎么样 让我们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让我们期待 开 开门大 起 对了 耶 哇 也是 很好 艺 他 像是 ・orns 原来 .- Liu 不 也 如 K 川 沙 � uz 手中坚定 却又飘丧的勇气 我会变成巨人 踏着力气 踩着梦 这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大 犹如一丝小沙 随风轻飘得在狂怒 我要深埋心的伤心去 却又忠孝的勇气 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 走过去 吹呀吹呀 我的骄傲放纵 吹呀吹 不会我纯净花园 让风吹 让它乱回 破灭 是我尽头的张望 吹呀吹呀 我却脚不爱怕 吹呀吹呀 我总会扰乱 我离开我再勇敢的微笑 离开我再勇敢的 就不悲哨啊 让我们欢迎歌手陛下 欢迎陛下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陛下 好久不见小妮哥 陛下 你好 我是皇后 爱妃 你们俩是啥情况 我在旁边难道是小妮子 陛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久不见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 经常来我们开门大吉 送上你的新年祝福好不好 新的一年开始了 在这里陛下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请安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平安健康 然后心想事成 2017年已经开始了 大家还要一起加油啊 好 谢谢你请安 陛下平身 谢谢 掌声再次送给陛下 谢谢 谢谢 拜拜 恭喜你收获了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金金 陛下出来唱这首歌 是不是就想起来听过这首歌了 有没有 我确实听过这首歌 也只是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尤其喜欢那一句歌词 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舞台上 一开始会很渺小 一开始不是很起眼 有时候觉得弱不禁风 但是总会有一个方向 值得我们去努力去奋斗 只要你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定会变成你心目当中 那个梦想当中的巨人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巨人 我还在慢慢的成长 折撞的成长 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掌声送给婷婷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是因为我有点担心 他刚才用了求助 不敢向前走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有些人呢 用了求助之后啊 敢赌一把再往前冲 但有些人呢 就是觉得 哎呀不行 这个梦想啊 如果钱没了的话挺可惜的 所以你的决定是继续前进 还是见好就收五千 现在 大家都属于那种 看任的不嫌事儿大的比较多 其实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想到此结束 掌声送给婷婷 谢谢 恭喜你收获了多少钱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大家要特别感谢 由做钻石女人六贵符钻位 幸福闪耀的六贵符珠宝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婷婷 谢谢 这个舞台 无论是这个现场 还是在第二现场 我们随时欢迎你再次回家 好不好 好啊 感谢你 谢谢婷婷 小俩应该抱一下吧 我怕你第二现场 会搭到我们不高兴 开门大吉 所以您大概了解了 今年导演们的套路了吗 今年的元旦 我们玩的是 开门大吉 那些曾经的和现在的 第二现场的亲友团团长 接下来这一位啊 哇 哎好神奇啊 他站在那的时候 我的心跳真的加速了 真的是加速了 来掌声欢迎沈梦辰 大家好 哇 又回到这个球期的舞台 好激动啊 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次怎么样还好吗 挺好的 不要这么客气好不好 欢迎沈梦辰 曾经的亲友团团长 今天来到第一现场 来做嘉宾来答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我希望把我得到的钱 要捐给 抗债老兵公益基金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看大家都在为你喝彩 为你鼓掌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外公 他是一名军人 就祝沈梦辰 今天能够闯关成功 好不好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戒 来了 干嘛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你走了以后啊 我们就请了这么一个 来代替你 啊啊啊 哇 这这个太直接了吧 当着开门大戒 关系观众朋友的面 你干嘛你 你你 你要向我求婚 你干嘛 你 你 你就是我送你水 让你别废话了 一边两块钱 谢谢你 谢谢 准备好你今天的所有勇气和衣力 马上挑战开始好不好 好 第一扇门 请按响 门铃 那花我帮你拿着 谢谢小丽哥 这是我第一次按这个门铃 我来了这么久 我发现你腿变长了 真的吗 我今天特意配合你的身高 穿了个平底戏 你讨厌 你三人 按你的门铃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听出来了吧 什么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好久不见 确定吗 对 是不是 对吗 好久不见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起 没错 好久不见 我会带着笑脸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暄 和你坐着笑脸 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牵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好久不见 不再去说从前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谢谢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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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哥 好久不见 沈梦辰 哇 这首歌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可能也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吧 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回顾一下 你当年来到开门大吉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先看视频吧 连接第二现场 沈梦辰同学 哇 哇 这首歌好浓 哇 李玥 你干嘛呢 每天像发神经一样 干嘛呀 你还跳舞呢 对 我在第二现场很欢乐了 我天哪 画面真的好多 我跟他们说了 不要切你的画面 他们还切这么多 哇 我天哪 你是舞蹈皇后啊 对 我觉得我在的时候 第二现场可热闹 真的真的 真的 还有现场做爱 还有一点爱护 我走了 不要留恋我 撿出来这样一句话 好神奇啊 沈梦辰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尤其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里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哇 女主持人还可以这样子啊 对 就是玩玩闹闹疯疯癫癫的 然后想来什么就来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着编辑跳舞唱歌什么都可以 就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哇 就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慢慢看习惯了发现说 真的很可爱 对对 那就是我我其实私底下也是那样的性格 那你现在也不太疯啊 你怎么了 你先收敛了 你红了以后你就收敛了好多 毕竟还是有一个女神的光环在我的头上 你哪有女神的光环 没有了没有了 其实开玩笑了 我说到第一次来开门大集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怎么怎么结缘的 我第一次是收到那个开门大集导演发给我了一条短信 我一看什么尊敬的沈梦辰女士你好 我们这里是中央三台开门大集的现场 希望你有时间过来当我们第二现场的主持人 然后说我天哪我要上中央台 我的天 我没有看错吧 然后我就赶紧给我爸打电话 因为我爸其实就是 对因为我爸会觉得 他梦想中的舞台就是中央台 他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爸我终于要去中央台了 我要那个登上中央台的舞台 我要当主持人了 我特别开心 但是开心完之后 我说不对 他发短信没有打电话 是个骗子 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我说这肯定是个骗子 因为他只发了一条 但是我又想上那个开门大集的舞台 想奔上中央台的舞台 内心还是蠢蠢欲动 对我又是纠结 又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我就把这个电话给到我一个朋友 让他们去对接 即使如果是骗子的话 他也直接骗不了我 还好后来你相信了我们 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 我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能放弃 珍惜我们的平台 必须 说明你现在对自己的平台 不太满意是吗 谁说的我可没说 好不吵事了 来吧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之间 干嘛 你又要给我 谢谢你 不是不给我 他怎么也学了你 变坏了 来吧 第二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好 给水梦辰 家加油 好不好 加油 来仔细听啊 哦 第一次我 牵起你的双手 呼吸难过 心不停的颤抖 哦 第一次你 请问我的双手 让你二死消失 往哪儿走 哈哈 对不起 那个我 没事吧 我们俩牵手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不会影响啊 不会不会 还挺稳定的啊 不要弄八卦了 好好好 八卦还在后面 来吧 什么歌 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什么 第一次 确定吗 确定 第一次学的歌 高扬的 好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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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 我没有开口 只陪你在头 爱是没把握 爱是没有符合 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是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哭起勇气去棘手 不知不觉到视线开始闪烁 哦 第一次 我 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 心不停的缠绕 哦 第一次 我 牵起你的双手 轻轻放下 他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 地球 谢谢赵俊 谢谢 真好听 他是我们梦想的声音当中的一位歌手 而且是我们开心歌迷会当中的一位主力 同时也是在清歌赛上拿过奖的 冉冉升级的一颗星星 对 对 今天粉你了 真的吗 谢谢 还不错 挺帅的 歌也唱得很好听 对 就是长得不太像光良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听 谢谢 掌声送给赵俊 谢谢 很羞涩的男孩 对 小鲜肉 说话太直的话会害羞的 你知道吧 对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来 你知道小鲜哥在你离开以后这几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长了许多的皱纹 你好烦啊 还有鱼尾纹 你还记得第一次主持的那天的感受吗 你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里 是在老台 一号演播厅 对 你记得那天吗 记得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天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舞台除了鹿开门大集 也是春晚的舞台 对 没错 所以你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就上了春晚的舞台啊 对 你看我们多照顾你啊 我好激动 我就马上给我爸又给我爸打电话 我是有多依赖我爸 我说爸 我上了春晚的舞台 然后我还 我当时我还带了 你爸以为你上春晚了 没有 我上了春晚 我说啊 都舞台 然后我还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我跟因为要跟台里打报告嘛 然后台里就非常的支持 整个马兰山都轰动了 马兰山群众都知道了 对 马兰山群众就知道了 然后湖南电视台都知道了 然后都特别的支持我来上中央台 然后还派了一个记者 然后一个摄像过来跟踪报道 真的 对 还有记 没有人采访我呀 那次 我跟你说 就是趁你不在的时候 我在台上溜了一圈 你好烦 然后就各种跟大家介绍 说你们知道吗 这个舞台是春晚的舞台 也就间接的意味着我 我上了春晚 我的天哪 好可怕啊 爽不爽 太爽了 好吧 就感觉我太爱了 那好吧 只要你能够开心 我们也开心了 但是今天你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要拿取更多的家庭梦想基金 对 为了你的公益梦想 没错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继续前进 请按下门铃 加油 沈梦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又买好钻 超好钻的六桂府珠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集 别唱 别唱 回来 咋了 我看观众都唱起来了 因为大家听到这首歌 很有共鸣啊 很有感觉啊 你听出来了是吧 我也听出来了呀 好 什么歌 三个字 什么 上海滩 对不对 真的吗 确定吗 上海滩 就是上海滩 那我们听一下啊 好 第三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没错 上海滩 下海滩 下海滩 好 他 他 哪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说我跟踪你啊 是我说的 哎呦天呐 这牵手牵得好自然 小妞哥你都走那儿去了 我好丢脸啊 其实你能够相信我 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你 那个女人挺漂亮的 漂亮不能带 帅的帅的 可以把她继续给我认识一下 承托 今天我约你出来 都是想跟你谈其他女人的事 那想谈什么 谈我们两个人的事 谈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俩 我想 我想带你好好玩玩 这个时候的夜上海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你想干嘛 我带你感受一下大上海的风景 承承 今天我看一下我眼睛有没有 眼睛有没有进展 承承 今天我约你出来 不是为了别的 那是为了谁 我想带你在上海好好玩玩 还有呢 后面的忘词了 我想 然后呢 我想 我想 陪你说一声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起 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好几部呢 对 我们俩还演过好几部 还演过卢山恋 对 我的荧幕初吻 哦不 是你的荧幕初吻 给了 我们两个有荧幕初吻 好 明天的头条出来了 完蛋了 看个话题 聊聊你的亲友团 聊聊你 亲爱的这些人 好不好 今天你的朋友们 家人来了吗 来了 哎呀 我刚才在后台好像就看到了非常熟悉的身影 来 连线 第二现场 公园 小妮孟臣 你们好 你们好 第二现场的人应该是此刻孟臣最想看到的人 对不对 对 对吧 嗯 沈爸 沈妈 还有孟臣的同学 露露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小妮哥 对啊 哎呦 沈爸 小妮听到吗 沈爸叫你小妮哥 对啊 沈爸很年轻啊 今天只有27岁啊 哎呦 不是 我是跟他孟臣叫 最亲戚啊 哎呦 我们也叫他小妮哥 对啊 我们一直叫他小妮哥啊 叔叔好帅 好啊 我们问一下吧 孟臣说他刚登上舞台的时候 第一个打电话就给您打了 对对对 当时心里有什么感受 那当然非常高兴呢 嗯 是吧 他实现了我的梦想 哦您的 对 这个走上这个严实舞台 你现在呢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啊 哦 上了开门大吉之后 回去爸爸是不是也应该走亲访友的 然后都会跟大家通知一下 说我女儿上央视了 上开门大吉了 不用我爸爸通知 所有人都给我爸爸打电话 手机都打爆了 啊 说哇 恭喜啊 老婶 你们家女儿有出息了 上了中央电视台 我们邻里相亲都更和睦了 啊 真的吗 对 人类相亲都更和睦 哦 老嫂爷们更和睦 老嫂爷们都更和睦了 你还记得吗 我们有一次发过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 然后我发了朋友圈之后 我发在下面的留言 特别的正能量 什么 说央视份 国际份 大舞台 展风采 哈哈哈哈 哇这个 你还记得吗 2017年 双方电视台的那个广告语 完全可以用这句啊 就是你看二位啊 人家现在这事业也小有成就了 对吧 然后是不是你们着不着急 他的个人问题呢 当然我作为父母亲 都希望他们找点成家 是吧 但这个事情是孩子们的事情 是吧 孩子们的事情 由孩子们自己着足 自己选串 我们都会支持 都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说不好 爸 爸爸说的很 完美 别记得是彩排过的 哈哈哈哈 你确定吗 没有可能 他就怕你们问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 我说爸 你一定要官方的回答 但是刚才爸爸稍微说漏嘴了 我的耳朵非常好 爸爸说的是 作为父母 我们当然希望 他们 早日结婚 他们 那这个没错了 哇 爸爸 两个人的事啊 是吧 白名一说 白名一说 我就问一个问题 叔叔 多的不问 现在 的 您 满意吗 满意谁啊 现在的满意吗 就是现任 他问你满不满意 现在的 嗯 他 您满意吗 对 我们没有问是谁 真的 不要 没问 就是满不满意 就满不满意 满意谁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要说说的名字 要不然我爸不知道 哦 还要说个名字 好 那我再加一个 没事没事 要不这样吧 爸 你就说满意吧 不然他会 那个也问到底的 哈哈哈哈 叔叔 满不满意 那他满意 我就满意啊 啊 这个回答不错啊 哎呦 真的是 我估计这个时候啊 公言 爸爸的 你摸摸他的背 估计汗都已经下来了 不是你摸摸我的背 我的汗都下来了 就是现在摸摸他的背 呃 沈梦辰千彩牌万彩牌 没想到小尼哥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爸爸那时候就愣住了说 我该怎么回答 我别说错话 这句话没彩牌过呀 但是爸爸说的非常完美 只要他满意 我们也满意 打100分 叔叔 棒 特别棒 谢谢小别过的关心 来 那你们缓缓吧 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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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哦 松口气 我保证不会再问这种八卦的问题了 你懂我的 我懂你的 哈哈哈哈 请按下门铃 加油 第四战门五千元 家庭梦想 此时此刻 陈梦辰的内心 非常的焦急不安 他的汗都下来了 他此时此刻 已经没有心情再去按门铃了 你 这首歌好熟 我这首歌有点老了 你在我们这里见证过 无数次的自己想 你刚才哼的是对的 说明这首歌你听过 我听过这首歌 通过月亮开门的鲜花 是不是刚刚我唱的那一句 是不是 是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爸爸说你满意他就满意 你满不满意 是这样好不好 如果这道题我答对了 我就告诉你我满意还是不满意 好嘞 你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必须要助我一臂之力 你想要过这一关的话 咱们走着瞧 确定歌名叫做 透过 透过 透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确定这个答案对吗 对 透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对 透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孟辰同学 我终于知道 要知道我心中的答案了 你说好了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鲜 没错 透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哇 海鲜 哇 海鲜 透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一起看到你的模样 那层又蓝又蓝的眼神 通过开门鲜花的月亮 然后呢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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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我觉得导演组 也太眷顾我了 这首歌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就丢脸丢大了 好 那我郑重其事地问你 打算什么时候嫁 都下一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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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知道这个歌名了对吗 对 那我认认真真地问你 说出他的一个优点 张口就来脱口而出 最大的优点 细心 跟我说的一样 对 真的很细心 好 他也真的忘过我的生日 真 这是真事 对吧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当时就 好 我们要回答那个题目了 好 先放你一马 来 歌名叫做 歌名叫做 我爱祖国的蓝天 这首歌我相信你近期 一定特别特别有感情和感触 我爱祖国的蓝天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没错 我爱祖国的蓝天 因为在船上楼上标 我爱祖国的蓝天 身边飞舞 脚下水一面 锦绣河山 水冰海大海 鸡冰海草原 飘温飞情愿爱生活 哦 中国的来年 这个梦想迄今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哇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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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有感情 想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新兵战士 空军新兵战士 所以我很爱祖国的蓝天 所以原本是录一档真人秀节目 没想到自己真的是爱上了这身蓝军装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都问我 说你最喜欢的衣服是什么 我说我最喜欢的衣服就是军装 你最爱的颜色是什么 我最爱的颜色就是蓝色 真好 所以这个节目改变了很多 真的 我走在大马路上 只要是看到穿军装的人 我都觉得很亲切 我感觉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 可能不会有切实的感受 我们好像找到了一段视频 我们看一下 我们搜集了一段视频 就使孟臣在 你干嘛呢 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把你们画的妆全都多 谢谢你 相对来说 我觉得我虽然差一点 谁刚说没喜欢你 光线也有问题 时间不够 没有 那为什么没喜欢你 脸大 你也太逗了吧 脸大 就是时间不够是吧 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没喜欢你 因为防水睫毛膏 你还一套一套的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应该化妆都装 知道 真的我们每天晚上精神摔弱 睡觉什么的鞋都不敢脱 哇 我那段时间也是就穿着那个军服 对 就直接睡 然后时时刻刻都觉得外面有声音在响 来了 来了 最劲爆 最惊悚 年度最恐怖画面 马上到来 五 四 三二一 太丑了 准备作战 就是这个决筑被大家发了 哇 那真是直升飞机在上面 左将 哇 高度不小呢 那个动作 姿势标准吗 那是你啊 刚说完姿势标准 结果摔 你摔得太惨了吧 摔不过三秒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空军新兵女战士 特别不容易 最大的我觉得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是刚才素颜的那个画面 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 我就豁出去了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网上说 哎呀你怎么那么黑呀 皮肤那么黑呀 那么丑什么的 确实挺黑的 对 我是挺黑的 但是说句实话 那个是真的是后来被晒黑了好多 那些时间 但本身皮肤也不白了 嗯 好然后呢我就其实我是觉得 皮肤黑一点无所谓 只要心里不黑就行 哎呀喝 心灵鸡汤一套一套 我是说真的 真的吗 嗯 这是你现在的最真实的感受啊 嗯 所以沈梦辰真的是一个活得很自在很潇洒很真实的一个女孩子 嗯 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她 所以真正的自我真正的潇洒是不怕任何困难和挑战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为沈梦辰准备了一个环节呢 就是现场卸妆 来来脸盆卸妆液毛巾 哈哈哈哈 好哎呦别怕别怕 扶住我扶住我扶住我 我吓你的 冷静冷静啊 这孩子心理素质还是挺差的呀 哥哥这么一下你就贪了啊 没事冷静 放心啊 不会 哥哥不会害我的 如果说你答错了就让你卸妆好不好 你要有自信呢 接下来是你的第六扇门 你依然还没有用你的求助 你有机会 我担心哦 我要不要再继续 嗯 继续是不是 好 决定了 好 那我继续吧 好 请按下门铃 我觉得步子越来越重了 错了就错了 大不了卸妆 哈哈哈哈 好熟啊这首歌 这应该是我妈妈跳广场舞的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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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下来 嘿 留下来 嘿 当然不是这首歌我知道 只是旋律比较像 好偏了 我觉得 应该又问下我妈妈他们 好 那我们就收住了 好 来 连线第二现场 妈 哎 别乱笑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妈 沈梦辰的妈 您知道您 您 您爱跳广场舞啊 我还偷会知道呢 是的 我跳广场舞 这是您跳过的曲目吗 是的 真的 你看 是 站在草原 往北京 接受这个答案吗 接受 相信妈妈 爱你哦 谢谢哦 站在草原 往北京 这是你的第六扇门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街 耶 看看 乌兰出场 我不知道 妈妈现在有没有在跳 好 滑烂烂的天上飞行影 我在高岗眺望北极 昨儿倾听母亲的声音 在高岗眺望北极 放眼欲穿冲山军离 雨伯伯的操场聚马戏 我在草原歌唱北极 谁的眼睛 谁的眼睛 掠过了风景 听风高唱 无形红旗 我正在桃圆 望北极 轻轻上当心狂深移 让心放飞 这几月的心情 即向太雨献给你 即向太雨献给 献给你 欢迎 乌兰出场 同学我们要特别感谢 由海淀文化馆的 阿姨们大姐们 给我们带来这段 广场舞 新年快乐 好的 孟诚同学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居然 居然竟然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人 哇 哇 好高啊 要感谢妈妈 那五千人 最要谢谢妈妈 欢迎时刻帮了你 人往往 常常都会面临选择 继续前进 还是见好就收 那如果我下一道题 没有答对的话 那就清零了 对 你知道 你最了解规则了 我觉得 通过这几扇门之后 我变成熟了 几扇门你就成熟了 对 因为你说的嘛 成熟就是 就是 见好就收 嗯 就是懂得在 什么时候放弃 嗯 所以我觉得我成熟了 见好就收 恭喜你 沈梦辰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基金 一共收获了 一万五千元 所以沈梦辰今天收获了 由做钻石女人六贵符 钻位 幸福闪耀的六贵符珠宝 为你提供的一万五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曾经我们帮助别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我们的亲友团团长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但我更想说的是 作为见证梦辰成长起来的一个哥哥吧 嗯 也希望你真的是越来越好 就像你说的 不论是在事业上 还是在爱情上 我希望你能够美美的甜甜的幸福一辈子 做永远的快乐的梦想 好吗 好 谢谢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谢谢小明哥 开门大吉 来吧 掌声欢迎亲爱的可爱的叮当上场 叮当团长 还是兵团长 还是兵团长 还是党团长 我们俩也象征性的抱抱吧 谢谢啊 你干嘛 你到底要抱谁呢 他不抱你 他要抱我 很辛苦 文林君很辛苦 谢谢你 介绍一下自己吧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节目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开门大吉第二现场的亲友团团长 我是叮当 欢迎 你的家庭梦想 当然是你缺什么是说什么 家庭梦想 我缺个娃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不用你 不用你帮我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事 我们这节目现场或者说 你这拿钱能解决 这事没没法解决啊 对对 我是希望的能够 就是一下就来个双胞胎 还来个双胞胎 我也解决不了这事啊 这事还得看你老公啊 对不对 你们俩 还没要完呢 赶紧了 遗传基因上肯定是达不到 所以得借助点科学手段 我明白了 你这科学手段得多少钱吗 挺贵的 挺贵 那来吧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为了我们的梦想 赶紧的实现家庭梦想基金 一起开门大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来吧开始 按响 蓝铃加油 开始了 来好 冲 还是没准备好呢 没事 让你体验一下啊 开门的感觉 怎么样 要坏 怎么了 有没有第一关就没过去的 我跟你说 今天可能就有了 有没有第一关就求助的 听到我希望你创造历史 我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 来现眼的 说对了 这个歌 你肯定知道 唱 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瞎梦一个 对都对不对拉倒 个名叫做 新年快乐 你就是不像过新年的样子 我一定对 新年快乐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没错 新年快乐 妈呀这 哇 哇 忙忙碌碌的你我她 我们可以谢谢啦 快乐的新年终于来到 新年快乐的全年你好吗 谢谢各位都辛苦啦 我给大家百年啦 我们应该前天 行为一场 不算你不敢在哪里 好音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啦啦啦啦啦 我们天天哈记 信仰之称 无论在哪里 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今天真的要彻底的释放你自己了 好不好 做自己啊 叮当老师 你的原名叫什么 你姓什么 能说吗 我说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刻矫情 有什么矫情 因为我这名字太难听 怎么讲 跟那个本人不符 好 你像沈梦辰 沈梦一样的陈兴 长得又漂亮 头是头 脚是脚 哪哪长得都挺好 你叫丁梦辰 我不是啊 我妈非常 给人家给我起一名叫李清瑶 清瑶啊 林清霞的清 穷瑶的瑶 你说我长 我从小到大 我没变过样子 所以你觉得你对不起李清瑶 对不起这个名字 所以就改名了 对 后来然后小时候呢 爱穿那个背带裤 然后又开始有了那个叮当猫 最关键那时候我写书 写这个书法 写毛笔字 我这人呢 又比较邋遢 基本上写完字以后 这边唰一抹 胡子 然后再唰一抹 每天那三道胡子 就跟那个叮当猫一样 所以就留下这么个名字 好 但今天也是头一回知道了 叮当的原名叫李清瑶 好痛 不要叫我这个胡子 所以挑战一下它的底线 以后你们都见到它 就管它叫李清瑶 我给你们跪一下 这两个上一二三 啊 哈哈 啊 啊 这两个坐前床吧 请按响门领 加油 我们给李清瑶加加油 好吗 叮当加油 没问题 这么自信呢 大姐 咋的了 那字我不认识 哈哈 赶 赶 赶 虚 归来 有阿里利亚 哎哎哎哎 啊 你别听他们乱讲 怎么可能 有后面那三字吗 不可能 有 就四个字 我这么 就四个字 我给你一个答案选择 好的 这歌要么就叫赶虚归来 嗯 要么就叫赶虚归来 阿里利你挑一个 反正这里有一对的 哈哈 你不是最好想 对 哎 你不是每一次开门大集 第二现场 作为一个亲友团团长 他应该站我这边的 那你但凡哪个选手 答不上来的 他在那一个提示 一般的提示也就算了 他那个提示 简直要把那歌给唱出来 把歌名都说出来了 你让我们损失多少家庭梦想 积极 那你你说大脑远来的 好不容易的来趟央视 你答错了 然后血本无归 然后归零多可怜 哎 对啊 所以你不是知道吗 你不是厉害吗 那你说呀 有还是没有啊 有 有啊 有没有 有 你说 有 有没有 有 歌名叫做 赶虚归来 阿里利 哈哈 你特务接头呢 赶虚归来 阿里利 那我们就试试看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 大 吉 呀 有啊 幸亏没听您的 连阿姨说没有啊 她就没有 哇 哇 哇 一楼四川 阿里里 三楼许乐 阿里里 广广四十 阿里里 一家巨楼 阿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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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回来 阿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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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回来 阿里里 你一样的 阿里里 含着我里 阿里里 我一样的 阿里里 一家巨楼 阿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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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回来 阿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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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回来 阿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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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回来 阿里里 阿莉莉 阿莉莉 可惹你对我阿莉莉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五周星台组合 谢谢各位 谢谢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唱的是一首中国歌 对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两位非常色彩的观众 前段时间我们开门大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起了一个活动 就是征集全国观众你们的家庭梦想 所以在这次活动当中 有两位胜选者 作为我们所有追梦人的代表来到了开门大吉的现场 他们也有机会成为我们舞台上的追梦人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两位幸运的观众 他们来自深圳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现场 感谢你们 谢谢 据我所知 我是这边得到的一些资料和情报 其实叮当上个世纪70年 那个80年 90年代 是唱歌出道 对 并不是主持出道 对 对吧 我16岁也考上了中国轻音乐团 但我没去 我妈说 这个反转 我妈说好好念书 后来北京歌舞团什么的也叫我 我也没去 就是也考上了也没去 老不去 就是得念 老逗他们玩 不是 我妈 因为我妈很传统 我妈就觉得你应该念书 好好念书 别的不重要 那么成名这些事情 也没关系 但最后还是成名了 我不算成名吧 跟你比起来差得好远 没有没有 我不行 我 我 你 给我 收了 输 所以今天啊 鉴于这位中华小曲库来到了开门大吉 第一线程当选手来打题 所以今天自动取消亲友团求助这个环境 别啊 因为别人都求助他 他啥都知道 对对对对 根本不需要去求助别人 不不不不 我这好不容易给凑起来的 在这轻轻团 凑过来的 对对对对 不容易的啊 特别不容易 要不求助他们就散伙了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就一会儿看着哪用一下 好吧好吧 请按下门铃 又去了 加油 第三扇门 我是不是比他们快 还行 我是不是比他们脆 可能你 就那点优点 你走的也会比较快 好吧 我不走 紧张 坏了 有了 英雄本色 张国荣 终身偶像 张国荣 当年请 我就喜欢你特别自信 满满的样子 会就是会 不会就不会 我更喜欢你盲目自信的样子 就喜欢你 明明答错了 但是依然 我意气风发 确定 确定 肯定 以及一定 叫做 这首歌不会错 当年请 张国荣 那我们就试试看 当年请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对吧 主 对了 对了 我藏路快要走過, 從雨,走過面外全見! 聲聲鼓,呼喲氣, 唱何日不方根招, 我為你,往日消滅重雨! 聲聲鼓,呼喲氣, 眼看高空, 終於青年有你為你! 雍場面, 多數溫泉在湧眠, 心裏面, 每次希望你滿意! 高人多, 與你有四天的年, 多年輕, 只好四天上映眠, 我們倆還在這聊當年, 其實當年的那些過往的。 對對對,這首歌就是把四大天王聚起來, 就是那一年好像TVB台慶的時候, 把四個人坐在一起, 當時正好是紀念張國榮嘛, 就向他致敬。 你真是一本歷史書啊, 你真是歷史的見證者, 你啥都知道, 但是剛才啊, 我必須要跟他說啊, 我可不保密啊, 你們一出來, 他就說, 這四個人是誰啊, 模仿了誰? 姐,你演一人不太好, 你要不你近距離觀察一下啊, 我看一下。 其實叮噹在第二現場, 對我們的模仿秀特別的關注, 給大家介紹一下, 華蒂, 哈嘍, 是模仿張學友的, 張學友, 教海華, 彭子豪, 李佳傑。 哇, 終於近處, 仔細地端詳了一下, 他們四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掌聲感謝四大天王,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恭喜你家庭夢想, 最近已經積累到了三千元。 哇! 哎, 其實我真想說的是, 你除了是中華小曲序之外, 你也是中國方言活化師。 我哪有? 你真的是? 我沒有。 不管來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啊, 親友團, 他見誰都跟見了自家人一樣, 就跟見了親人一樣, 哪兒的話都能說, 山東話, 河南話, 四川話, 廣東話, 剛才能唱幾句粵語說的多好啊, 你什麼來路? 你到底誰啊你? 你誰? 你到底? 什麼來路? 你哪人到底是? 我北京人, 武生圖長北京人。 怎麼會這麼多方言? 因為打開這個方言之門的, 也是被逼無奈。 當時我到了湖南, 因為我外地沒有一個親戚, 我們家都在北京, 所以我到了湖南以後, 我想融入到那個氛圍裡邊去。 後來當時有一個哥哥, 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想融入到這個氛圍裡邊去, 你就一定要能聽懂湖南話。 我當時就立誓, 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樣, 一個月之內, 我說給你聽, 他說不可能。 他說, 有一個說像的, 楊齊志是從湖南那邊紅起來的, 他說他在這二十多年, 他湖南話都說不利落。 我說一個月以後, 我一定說給你, 一個月之後, 沒有人認為我是北京人。 哇, 這個太厲害了。 就是純練, 很好跟人交流。 就是, 不要臉, 就是說錯了, 你說我說的不好, 那我說對就好了, 我不要臉, 我就是練。 做什麼事, 就真的是得有這種精神。 所以第二現場的親友團團長, 這個位置其實挺重要的, 他是親友團的一種陪伴, 關鍵時刻要趕下手, 趕出力, 然後必須要幫忙, 幫到位。 最重要的是能夠, 讓他們在這個舞台上不感到陌生。 對。 讓他們盡快地去適應這個舞台, 所以你的這個方言的功力太重要了。 我覺得我, 還有一個最好的一點, 我可能不是說方言, 就是我這個切入的時間快, 就不管他是哪來的人, 他是什麼背景, 我保證我在一分鐘之內, 我能跟他成為朋友。 厲害。 這個我覺得我還挺好的, 別的我倒不敢說, 我自己有。 但是你下一扇門, 你敢不敢在15秒鐘之內, 聽出正確答案。 越來越難了, 請按下, 門鈴。 下油, 叮噹。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您正在收看的是有買好鑽, 超划鑽的六櫃子珠寶, 同家冠軍播出的開門大集。 幾秒? 我沒算, 可能也就四五秒吧。 那些花之餓。 這首。 我的心裏只有你, 沒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 並不加。 我的眼淚為了你流, 我的眉毛為了你化, 從來不是為了它。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 你的答案是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喜 没错 必须给 哇 安达 安达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Y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calor que me brindaba El amor y la paz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calor que me brindaba El amor y la paz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calor que me brindaba El amor y la paz El amor y la paz El amor y la paz Son tanue 而且观众朋友们不仅记住了叮当的笑声 他的方言 他的歌声 他的中华小曲库 更记住了他每天各种不一样的花哨的服装 今天算是盛装出现 但是平时叮当的服装风格 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差紫烟红吧 我妈就形容我 穿衣服 猪八戒跨腰刀 勒得冰一个 这是我们北京话 就形容这些人穿衣服不利落 有点勒得 对对对就不好看 你妈形容的不太对 应该是 我们的女导演形容说 对 叮当今天穿什么 就知道今天北京的早事上卖什么 对 我们看一下 哎呦我不敢看 2017年春季叮当时装大秀 这是 还行啊 还在正经呢 我跟你说 真的 啥都有啊 真的 这啥都穿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衣服穿了好久啊 这个是早上 其实我最恨的一件衣服 这还不算全面 哎呀 行了 为什么恨这件衣服 还要穿这件衣服 这腿也是不给力 我是是因为前年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掉到底下去了 两米多高吧 掉下去以后 摔的一个半死不拉活的 对 然后这边也是伤疤 这边也是刀疤 做了三次手术 我这边的腿呢 这边这根骨头呢 是劈了 就两根骨头这样的吧 然后劈了 哇 然后脚脖的这地方是粉碎 然后这边呢 就整个就是 啪就那种 反正就是做手术 那个钢钉 从我这个脚后跟 就不是钢钉 就一个钢架子 从这边穿到这边 我就这样掉着 就那个醉就糟大了 就不能 就是生命中 最惨淡的时候 就那段时间 然后我现在呢 这个腿里面 还有四块钢板 二十个钢钉 它因为它整个聚集在 我的那个脚踝骨的周围 所以我如果一穿高跟 鞋呢 那个钢板就正好卡的 那个地方 反正现在已经长得 一两年长得好了 然后我想就是 趁着过年之前 这段时间 能够把钢板拆掉 这样我明年 再到开门大吉 来的二县场的时候 我就能够 屹立不倒了 我就能穿 真正的高跟鞋 我们期待着 对 真好 我觉得大家应该 给它点掌声 谢谢 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需要我们 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好 那我们继续开门 好不好 我还有没求助呢 对 你有求助的机会 我大踏步吧 下一扇门 请按下门铃 加油 节目一面 即可还 哈哈哈 哦 耶 不会吧 京剧也要呀 你 经济又不算 那个歌曲 你真听出来了 四郎探母吗 应该 行 做工那段吧 四郎探母 做工 听他也 吓得我 浑身是汗 是无灾 到今日日 采出这年 原来是 你能不能就告诉我 你不会什么 你就告诉我 你什么不会 我 你什么不会吧 我们现在改题 还来得及 你有什么不会的 不然的话 你今天 你真的 你别 八扇门全开了 我挺尴尬的 我觉得我没有 那么幸运 你先告诉我 这首歌 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 做工那段 对 你确定 对 那我可就开了 开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急 可以了 不是模仿秀 是申展于 陪志老师 和李正树老师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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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一人 下的我 本身是 二十五台 好 心里 干脆 人也 原来是 两千两 的明天 在分头思想想想 想不想不想 不是别到想见 来不必见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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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一生 父母也 黑冰花也 把漫界 小怀孟严 干凌丸 故事这不再随你的海洋庞房 我和你好父亲们的五千千故事 有货币离台鲜阳夜会 有一地愁美得战忘不了 千公司恩怒日山 青山多福其平 我都不天在你 咱们的天地也愿意不住 从而一地愁美不战 也要参加我兵 我是你之为你 你是我这几地愁美不战 有一桩幸福是不甘蜜 小天说买几分两个交战 老娘的心呀两草来的不犯先 公司若等我不相见 到来身边闯马这座宣伙 你不理休的鸟 是在北边的小白头 我不是常不难 公司虽然不足难 我又临天真的不患 有现在你亲屁肩 他你一时就不会患 公司是我的亲屁肩 见莫也免得可患 所以你从不不愿意 也知日记得你才能不快 公司尖个路途 让快马 叫别人也换 是在这高明时 愿意 每天都为天飙飙 奥替机 嗨 我 哇 激不激动 偶像 开不开心 开心 让我欢迎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俞奎志老师和李盛树老师 我是这样 我得给您磕一个 或者是 现场磕头 走开了 欢迎二位老师 你们好 完全想不到 真正的艺术家 然后来给我开这个门 你今天这机会太难得了 想不想跟两位老师 我想听于先生唱三家电 三家电 那我唱三家电 我唱你跟着接 江生儿来之在大 我不想 江生儿来之在大 下一口 尊一身国王 并碰听同头 一不是想马 并遮口 而不是待人 把尘头 仰临与我 来怎么都 因此上发配 倒灯粥 舍不得 太夜的门庆后 舍不得 牙医们 中半头 是难舍 将来放肆 与我的好朋友 舍不得 老娘 喝了头 娘 生儿 练心儿 练心肉 儿心天里 牡丹 有 儿 向娘 神 难口 愁 娘 向儿 来 雷霜 流 眼尖的红 里坠落在西山后 舍一身解采 八点头 太棒了 太棒了 这孩子已经疯了 开心疯了 这孩子 来直了吧 今天 2017年顺风顺水 无往而不利 就是因为跟您唱了这出戏 真的真的非常高兴 我们平常看您的节目 但没想到你对京剧还这么熟悉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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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那就喜商加喜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哇 哎呀 超级幸运 我刚看你好像眼睛里还行 喊 有点 流泪的感觉 这特激动 首先我觉得今天 我走到现在 就已经很幸运了 第二 我觉得能跟 余慧智老师 能唱那一段三家电 三声有幸 然后 开门大集 能够选择我做 二线场的亲友团团长 我觉得 予有荣烟 谢谢领导的赏识 谢谢团队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 站在这个 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 能够属于这个团队 我特别幸运 说的我心里也是挺感动的 所以 呃 今天晚上呢 给叮当 多加两盒盒饭 哎呀 行 那缓 缓一缓 不用缓 来吧 趁热打铁 下一下门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哦 哦哦 不 你干嘛 你不听了 我这 你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啥 勇敢站起来 歌名叫 歌名叫啥 站起来 我的 爱 千禧山脉 这是一个群唱的 我就不相信能把这几人都凑齐了 什么成龙啊 王力宏啊 什么 韩红 你都能给凑一块 我就不相信你能答对 难道 勇敢站起来吧 你太小看开门大戏了 什么歌 勇敢站 站 站 站出来 站起来 站 歌名叫做 站起来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站起来 那我开了啊 不勇敢呢 那我开了 对错就是他了啊 行 行吧 到底对不对 在他改变主意之前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戏 没错 站起来 哎 你不是我扣不扣的 我的天啊 你怎么扣呀 我 你看看这阵仗 站起来 我的爱 牵着山脉 奔跑才有了期待 起点写着我的未来 嘿呀 嘿呀 终点没有成余白 站起来 我的爱 拥抱大海 超越不止是现在 跑过的精彩 依然在 嘿呀 嘿呀 连续是胜利感慨 嘿呀 多说 多少 风雨的等待 穿越心灵彩虹 告诉我的存在 身影真是何才 我和你的崇拜 希望看见英雄 奇迹般的色彩 多想梦想的主宰 勇敢和我一起 用心引回真爱 一次距离不再 你和我的情赛 站起来终点没了 新年也会再 站起来我的爱 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 几点学着我的未来 嘿呀 嘿呀 中间没有成一百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 超越不只是现在 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 嘿呀 累死是胜利感慨 嘿呀 站起来我的爱 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 几点写着我的未来 嘿呀 嘿呀 中间没有生余爱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 超越不只是现在 超越不只是现在 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 嘿呀 又是胜利感慨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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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来的刚才 我们这次不信 我们能把这么多人凑一块 你这太能传了 这是 这传的厉害吧 姐 我要来给你加油来了 谢谢宝贝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许杰 大家好 田振的模仿者 孙丹 韩文鸿的模仿者 梁硕 陈迅的模仿者 刘晏 刘晏 李宗盛的模仿者 黄紫衣 骁雅鑫的模仿者 邓怡辰 邓志祺的模仿者 王成龙 齐庭峰 庞然 汪峰的模仿者 王江泰 周华健 王妍 周杰轮 掌声送给陪伴我们一路走来的 这些模仿秀的嘉宾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忽悠了我这么久 新年快乐 谢谢大迪 开门大迪 继续陪伴我们走下去 谢谢 继续忽悠我 反正我也分不清你们谁是谁 拜拜姐 就跟真的一样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一万五千元 来 接给他 你依然 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现在已经打开了六扇门了 接下来 我要打破这个记录是吧 我打破陈梦辰 这个记录就可以了 陈梦辰刚才是打开了六扇门 真的要去 我去 勇敢的走啊 请安享门铃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已 需要 spreading 这个你要能猜出来 大家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让他冲了吧 这第七关是吧 这第七关第六关 第七 不行我得求助了 我就想看看你答错啥样 我求助一下吧 你确定是有才能帮你吗 我得求助一下 真是没听出来 你不是那个中华小曲库 不是我有点感觉 但是我怕说错 我保 我为了保一下 我这算保胎你知道吧 让他顺利的挂手 一心就想着要孩子这事呢 那连线第二现场 公言 我先说一下 这都不是我亲友团 这都是我祖宗 都是我祖宗 一个都惹不起 公言咋回事 你搞清楚了吗 我跟你说实话 林达你刚才说了 在现场你说你运气特别好 第一个是因为你特别喜欢笑 因为人家说了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特别差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这些叫什么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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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今天是替班嘛 我应该说是亲友团团长的亲友团的亲友团团长 亲友团团长的亲友团团团长 亲友团团团长 对 你不怕把自己绕死啊 按理是说 我应该要求更高 但是我跟他们在一块之后就没要求了 真的 为啥呀 就真的 你脑子都乱了吧 就完全乱了 无数个声音全进了我的耳朵 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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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鱼里边的歌 是美人鱼 这歌是邓超唱的 邓超唱的 无敌是孙 对 确定是那个歌 不是功夫里的 就是这个歌 浪费球 是美人鱼的还是功夫的 美人鱼 因为我 周星鱼找过我演功夫里那个 对对对 但是因为当年我不是减肥 减了二十多天 后来他去上海 他没看上我吗 那见了我就疯了 你怎么瘦成这样子 跟照片完全祸不对版 然后你就胖回去 他又不找你了 对 那拍完了呢 就恨死我了 所以 你确定这是周星鱼 电影当中的歌 美人鱼 美人鱼 那歌名叫啥呀 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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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对了 无敌 杨芬 无敌 无敌 无敌是多么 多么 寂寞 无敌是多么 多么 空虚 独自在顶峰中 无敌人鲜 无敌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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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 空虚 我在天边的她 可不可听我诉说 我的寂寞 附近的寂寞 好帅好帅好恭喜银铛家庭的小银铛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两万元 哇 还行 可以啊 你真的挑战不可能啊这是走吧前进吧 前进前进前进 哎好久没见过 哎等等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应该前进对吧 她走不走 好 走啊 哎你要走吗 走 很久没有人挑战过第八扇门了 或者说很久没有人成功的打开全部的大门了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今天很叮当 你想好了就前进 来 请 暗想 纠结着呢 赶紧走吧 来 这决定是最后时刻 我们的家庭梦想 但是 对我们的家庭梦想 送我 真的送我这就希望我能够一般丰盛吗是吧 就是说你这个家庭梦想就已经吹了 没了 哈哈 哈哈 谢谢我我我觉得我我得感谢那个咱们咱们制作组可能就因为知道我过我可能过两天我拆钢板把这个住院费什么的先给我垫付了 哈哈哈 你不是说要生 我信 你不是说要生娃吗 你这 先拆钢板后后生娃吧 是吧 先生钢板 先拆钢板 好 这个歌 怎么了 这个歌名字特别拗口 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女歌手 嗯 梅艳芳的一首歌 但梅艳芳之前还有一人唱过 人嫌棋也唱过这一版 嗯 这歌名字叫做长藤挂铜铃 长藤挂铜铃 墙上挂了根长藤 墙上挂了根长藤 长藤上面挂着铜铃 风吹腾咚 铜铃咚 那风停 腾停 铜铃铃 这个歌从头到尾就两个字叮叹 对 从一开始就说叮叹 叮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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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 长藤 长藤不如转藤 长藤不如 长藤挂红铃 到底对不对 对 第八扇门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 叮当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很久没有人打过通关了 金色的大门 也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很激动 2017年的第一期节目 能不能创造奇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想好了吗 金 耶 耶 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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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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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搅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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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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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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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的家里目向积极已经积累到了3,333万元 可以啊 哎呦我天呐 你说你在第二线场不让你唱歌 不让你菜歌多憋屈你啊 对吧 我我我确实 我我先证明一下我自己的能力 我曾经背过卡拉OK大拳 你怎么那么闲呢 你就是在原来我刚出道的时候唱卡拉OK 当歌手然后那里面出那个LD不是没有CD有这么大的盘 然后叫就就叫那个就从头到尾一共24张你哥嘛 那个你哥卡拉OK那时候刚十几岁的时候 从头到尾所有的歌我全部都会唱 你太厉害了你 我背那个背那些我我还跟我们的导演说呢 我说叮当真的是个人精 这是个包一词 然后我家里面储备着所有的历届格来美的获奖歌曲 每年的排行榜 好我们临时决定今天的开门大集时间可能会长达六个小时 我们再加二十扇门 好来临时 不要不要够了 还敢走吗 不要了 刚才就是吹牛不算数的 真打 好了叮当 恭喜你今天一共收获了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大家 谢谢制作主 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 要知足常乐 那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叮当能够一直陪伴我们开门大集 陪伴所有的这些追梦人的亲朋好友 今天的这期圆南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开门大集依然能够在每周一晚上 十九点三十分继续陪伴您实现您的梦想 梦想友们开门大集 下期再见 梦想友们 你的家庭梦想是 一个人的大餐 全家人的旅行 献给他人的爱心 留给自己的任性 准备好了吗 每周一晚七点半 让我们一起期待 梦想之门 开门大集 开门大集的主题就是 方言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这个紫禁 是他用比利斯切给我 你还老宝 丈的妹 那你又是多了 你所大 我就是你的一人 说好普通话 也说好家乡话 谁在故乡卸月里